有健康的身體 才有健康的生活 明陽寇 專業醫師線上聽診 讓你與健康零距離 今天節目當中邀請到的醫師 要來歡迎的是 星光醫院心臟內科的陳冠任醫師 來跟聽眾朋友好好的聊一聊 各種有關於心臟支架選擇方面的相關問題 不是聊棒球 雖然我很想要聊棒球 好 因為頭髮分擦得好嚴重 好 那我們在今天節目當中 要請到陳冠任醫師來跟聽眾朋友聊 是因為我之前在陳冠任醫師的臉書上面 看到了有一篇的文章 寫到了有關於 如果你需要裝心臟支架 但是你的身體狀況又不符合的話 有什麼樣的方法可以來幫助呢 這個在我們等會節目當中晚一點 會跟大家一起來聊 我們先來聊聊的是 我們就不聊心臟支架的一些前提了 我們直接進入正題好了 如果當我們今天在急診室 醫生告訴你說 你需要裝心臟支架的話 通常很多人會面臨到的是 要裝土藥支架還是非土藥支架 而這個差別呢 到底是在哪裡 土藥支架真的有比較好嗎 根據統計喔 在台灣呢 其實選擇土藥支架的人呢 還蠻多的耶 對其實 傳統上來講 這個土藥支架 先講結論啦 土藥支架目前來講 它的效果還是 比我們講非土藥支架來的好 所以如果說 但是畢竟它是自費的項目 所以說 能力如果允許它 其實我們都還是會建議 要放土藥支架 那 早期的話 早期土藥支架 前幾代的土藥支架 有一些小小的問題 那現在其實在新幾代的土藥支架 已經把這些問題慢慢克服了 所以目前來講 它跟一般非土藥支架 比起來沒有很明顯的劣勢 那以前的話 早期的話土藥支架 我們先講 為什麼會有土藥支架好了 好沒問題 對其實 在這裡呢 我先跟大家來 稍微的做一個分享 聽說在心臟醫界 有一個傳言 不曉得是不是真的 全台灣呢 裝置心血管支架 最多的病人呢 很有可能是 前總統李登輝 很有可能 因為我們不會去隨便知道 總統或前總統的病情嘛 那估計呢 在20年來 他至少裝了有10支 而且大部分都是昂貴的 土藥血管支架 這個總耗材呢 有可能超過一台進口車 可是我覺得這個還好 因為你知道 現在有人直牙呢 也是嘴巴一張開 就是一台進口車 也是有的 那但是問題是 到底土藥支架 真的有比較好嗎 根據統計呢 有將近六成的患者 是選擇土藥支架的 這個差別是在哪裡 我們請醫師來幫 提供朋友做個說明 先來聊聊 為什麼會有 土藥支架的出現好了 對 其實這個就 講這個就是要從 我們整個心臟治療 心導管的這個歷史 開始講 就是早期在 還沒有心導管這個技術 大概三四十年前的時候 如果我們確定一個 病人是心肌梗塞 真的血管塞住了 我們除了給他藥物之外 我們就只能 祈禱祈禱告 看他會不會活下來 所以早期在沒有心導管技術之前 就是給藥物 給一些抗凝血劑等等的 然後再加護病房觀察 那病人如果會活 他就會活了 如果他蹭不過去 那就沒有辦法 因為沒有別的方法處理他 那後來就有醫生想說 那如果我們用一個 類似導管的方式 就是把管子伸進去 真正想辦法用 微創的技術 去把那個血管打通 那會不會增加存活率 結果這個方法是可行的 那這個叫做血管擴張數 就是把裡面血管打通 那最早使用血管擴張數 是所謂的氣球 所以大家現在還是會聽到 所謂的氣球擴張 氣球擴張 那所謂氣球擴張 其實就有點像 我看思維有準備一個圖 對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這個圖表 從這個圖表當中 我們翻譯 先幫我拿一下 我來控制一下這個版面 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個圖表當中 第一個是 從狭窄處放入導管 這一整個其實就已經是 心臟支架了 對不對 然後再把它撐開之後 然後抽出這個導管 留下支架在我們的血管當中 這請醫師來幫我們做個說明 對 我們剛講到一半 就是說那個血管要把它打通 對不對 大家現在先不要看這個網狀結構 假設你們把眼睛 這個網狀全部都給它去除掉 你看那是一個細細的氣球 進到血管裡面 然後我們把氣球打氣 撐開之後呢 它狹窄的地方就會被撐大 然後之後我們再把這個氣球放棄 收起來之後 把整個管子抽走 它就會回復到 它的管槍就會被撐開 就會變成是這樣子 這個是傳統的氣球擴張數 那個時候還沒有支架的存在 就單純是氣球把它撐開 撐開之後把氣球拿走 血管就通了 那後來為什麼會有支架的形成 就是因為後來有些醫師發現這個血管 如果單純用氣球撐開 它很快會再回彈 會再 因為我們血管是有彈性的 你把一個東西撐大之後 你除非你一直撐在那邊 你只要把那個東西收起來 拿走 過一段時間 它會慢慢慢慢又回復到原來的狀況 因為氣球是有彈性這件事情 如果你小時候喜歡玩水球 氣球你就大概會稍微的有點了解 它的材質 因為是塑膠材質 對 不能講塑膠 它應該是有專門的醫療材質 但是它其實是會彈性疲乏的 不像金屬一樣嘛 其實應該說血管是有彈性的 我們氣球撐了之後 不會一直放在這邊 氣球撐完之後 譬如撐個30秒或1分鐘 撐完之後 我們就會把這個氣消掉 會恢復到這個狀況 再把整個管子抽走 所以我們撐開的時候 它的血管是開的 可是它會慢慢慢慢 血管是自己慢慢再收回來 再縮回來 因為血管本身是有彈性的 你沒有一個東西在那邊撐住它 它是今年累月 它會慢慢又恢復到 原本狹窄的狀況 所以在早期還沒有支架的時代 只有氣球的時代 其實一開始的效果都不錯 剛撐完大家都覺得舒服多了 可是大概有接近一半的人 之後會再發生狹窄 所以再狹窄率 這個叫再狹窄率 就是處理完之後又發生問題 再狹窄率大概是接近一半 所以後來醫生就覺得 光用氣球好像效果不是那麼好 所以後來才會有醫生發明了說 那如果我們撐完之後呢 就像這個圖表一樣 外面再放一個鐵架子 然後把氣球抽走之後 鐵架子留在這邊 至少這個鐵架子可以穩固它 讓它不要再塌陷下來 所以這個就叫做一般支架 這個是早期的支架 因為它要克服說 血管自己會回彈這件事情 所以有了支架之後呢 的確我們從50%的 就是再發生狹窄這個機會呢 降到大概20%左右 有沒有人跟我們一樣好奇 為何心臟血管支架 它不是全金屬光滑型的 而是這種鏤空型的 它的優點跟好處是在於哪裡呢 你是說為什麼不像一個牽管這樣子 對 它是屬於這種鏤空型 網狀型的 對對對 那其實之前也有發展過 類似這樣就是全部牽管型的 但它的問題是第一個 我們這個血管 我們這個只是簡單的示意圖 其實血管有很多分支 很多分支 那如果你用那個完全密封的 放下去的話 你當然保住了這個整個主幹道 但是相對來講 你旁邊的路都被你擋死了 所以你其他的小分支都被犧牲掉了 那假如將來出現一些嚴重的問題的話 這些小分支完全不能做血管的供應 那是更危險的 沒有 它放進這個中空型的光滑型 像牽管那樣子的東西 中間不是還是有血流會通過嗎 對 那就是只有中間這邊 因為我剛剛講這個是檢疫圖 它其實是有分支的 這是中校東路 它旁邊會有一些巷弄 如果你把整個中校東路框起來 當然這條路一定很通 但是勢必你要從中校東路轉到巷子 你就沒得轉 因為這邊路都被你擋起來了 等於是你把舊校東路四段250項252項258項 全部都堵住了的意思 你就把所有的項弄的門封起來就對了 所以其實這個某種程度是犧牲了一些側肢循環 所以你用這種網狀結構的話 其實它是有镂空的 它可以讓血液循環更加順暢 同時也可以保住中間的這個東西 那另外一個其實原因是因為跟它的這個 怎麼講這個就有點牽涉到物理 其實心臟科尤其是支架脂肪跟物理有一點關係 就是說你鏤空的東西 它比較能夠擴大跟縮小 你如果是全部都是時薪的東西的話 你的延展性沒有那麼大 你有中控的東西 像我們那個包水果有沒有 類似這種網子 它有這個網子 所以你才可以把水果那個網子撐大 熱帳能縮嗎 因為它有個空間 比較有彈性 它有一個空間 像我們包什麼水梨啊 也是長這種樣子 對啊它有一個空間才能讓你拉大 比較好撐 對你如果是時薪的布去包的話 它一撐大它可能就破掉 或者它有一個極限 它沒有辦法再撐 對這個有一點那個道理在 所以延展性會比較好 所以因為這些原因是後來那種 全時薪的那種還有留著 一些特殊的情況下需要用 但是一般的情況下 大概用這種鏤空的 就是比較主流 對對對 好 那從這個心臟支架呢 剛剛陳觀念醫師來幫我們做了詳細的說明 我看到心臟支架實際上的大小 我有點嚇了一跳 這個示意圖呢 大家可以看到的 旁邊這個是 應該是拇指的指甲片 所以它比一個指甲片還要小很多 對 其實這些都是放大圖 真正的圖 我們這個血管支架 它其實有size 那其實以血管支架的size 我們講這個是直徑啦 這個血管的值 一般來講那種血管支架的直徑最大最大 我們講最大的size 大概0.5公分 就是大概這樣 這是最大的直徑 那所以正常來講 比這個小一點 我們講正常的size 大概就是3.5 3.0 MM 就是大概0.3 0.35公分的直徑 所以其實肉眼看大概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所以看起來就是會像那個 比一個指甲片還要小很多 對小很多 就是幾乎都不到半公分啦 就是1.3公分這樣而已直徑 所以看起來是比較小微 比較顯微的東西啦 所以其實很多患者 我們做完心腦管的時候 他們都很驚訝說 欸想不到這麼小的洞 因為我們都從手這邊做嘛 做完之後其實是一個小洞 那這個洞只要能夠讓這個 0.0幾公分的進去 他其實就可以解決心臟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很驚訝說 欸現在這麼小的洞 其實幾乎看不到傷口 就可以解決你 這個持續很久的這種不舒服 其實是醫學的進步啦 好 我會請陳冠任醫師 把他的帅臉看向我們的鏡頭 不然大家一直 從頭到尾都只看到你 你的側臉這樣子 而且我本來就不是靠臉吃飯 欸真的 你是靠手吃飯啊 對對對 沒錯 大家都是靠手吃飯 都靠手吃飯 好那今天節目當中 邀請到陳冠任醫師呢 來跟聽眾朋友呢 聊聊到了有關於這個 心血管疾病啊 血管支架的部分 我們剛剛有講到了 心血管支架 當然大約的 幫大家來做了一下說明 那我們來解釋 是塗藥支架 跟非塗藥支架 兩個之間的差別 好嗎 對 就是剛剛那個 歷史故事講到 就是從氣球 後來進展到 一般支架年代 我們在下載率 降到了20% 但是因為醫學的進步 還是有人覺得 20%不能接受 覺得希望能夠降得 越低越好 所以後來他們想說 為什麼已經放了 一個鐵架子 血管還會塌陷呢 後來發現 還是有一些 內皮的增生 就是說你可能 放了支架之後 久了之後 你還是三高 沒有控制好 或者還在抽菸 慢慢的那些內皮東西 它就會 接由這個網狀結構 接由這個網狀結構 慢慢又長進來 長到支架裡面 就像你看到的 第一個這個主色型 大家在上面 螢幕上面 我把它 Zoom 印一下 讓大家可以看得到好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 在這個第一個圖當中 旁邊這個黃黃的 其實都是你的 血管的酸塞物 對 斑塊那些 斑塊那一些 所以這個都是 真身的 突出來的部分 所以等到 時間一久的話 這個也可能會卡 對 它會從 這個縫隙 慢慢慢慢 就長進來 長進來 這個叫做支架內在 狹窄 支架裡面又發生狹窄 那所以這個機率 大概是20%左右 10到20% 10到20% 對 所以後來就有 醫生想說 那我沒有辦法 把這個10到20% 再往下降 所以就有醫生 考慮就是 在支架上面 再塗一層 均勻塗一層 叫做藥物 那這個藥物 其實某種程度 就是化療藥 那化療藥是什麼 它是會抑制 細胞增生的 因為我們講化療 你說治療癌症的化療藥 對 就是化療藥 它其實上面 塗的藥就是化療 因為化療藥 它目的就是要 抑制一些不正常的細胞增生 它會讓細胞原本要生長 它把它壓抑下來 所以某種程度 它會殺死壞細胞 也會殺死好細胞 那我們把那個技術 把它用到這邊 當然不是用那麼高濃度 就是很低濃度的 這種化療藥 放在支架上 它就會抑制這些內皮 不正常的增生 所以它會讓它 長進來的速度減少 所以再狭窄率 會降到大概 目前 傳統第一代的 第一代的塗藥支架 可能還有大概5%左右 那現在再狭窄率 幾乎新的塗藥支架 都可以降到 差不多1%到3% 就是說大概100個人 如果放了塗藥支架 可能真的 將來再發生狭窄的 可能不到3% 所以其實慢慢從50% 20% 然後10%到現在 其實塗藥支架 狭窄率 幾乎100個人 不會到3個 100個不會到3個 也就是說 塗藥支架 可以有效的防止 我們剛剛所講的 支架再狭窄率 來到3% 100個人當中 大約有3% 1到3是上限 幾乎都1%左右 1%左右 所以效果是相當好 那非塗藥支架的話 大約有多少 現在大概10% 5到10 大概我們差3倍 那醫生 不只差3倍 價格也有差 對 所以一定有很多人會問說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塗藥支架跟非塗藥支架 這兩項健保有幾副嗎 健保其實是幾副 你不管放什麼支架 它會幫你給付 1萬4 1萬5 那非塗藥支架 就剛好差不多這個價錢 所以你如果是 非塗藥支架的話 只要符合健保條件 就是不用出錢 它會幫你等於 全部都剛好打平了 但是自費 這種塗藥支架 一直大概都差不多 每家廠商不一樣 但是差不多 大概9萬多 8萬9萬 到10萬那附近 也就是你要自費 大概出6到7萬塊左右 差不多6到8萬 就是扣掉那1萬5左右 你自己額外補的差額 大概是6到8萬 一支喔 一支支架 對對對 那我就要請 由民眾的立場來代表 請問一下醫生了 這6到8萬 其實不是一個小數目 但是能夠救回生命 絕對是個大數目 對不對 那你剛剛又說 這個差距 大概是 塗藥支架 再渣載率是3% 非塗藥支架 再渣載率 大約是10% 我們講個大約率 那差距在7%到9% 有意義嗎 就看你 會影響我的生命嗎 就這個 這個就是機率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 就有點類似說 那我將來抽菸 是不是一定會得心臟病 我只能說 不一定會 只是機會高一點 所以你說 是不是10% 就一定這樣會發生 3%就一定不會 我也不能說這樣 我只能說 所以我會跟患者講 就是說 我會把兩個的好壞 解釋出來 就是塗藥支架好 是它效果真的比較好 那當然是它要付錢 那非塗藥支架的話 當然效果比較差一點 但是也不是到非常差 是 那但是它是 一般健保可以給付的 那我覺得 不管怎麼樣 重點就是在於 你放了支架之後呢 要好好控制 自己的三高抽菸 因為如果你這些 後續的因子 沒有控制住的話 其實我們也看過 塗藥支架很快在塞的 或者是非塗藥支架 你如果控制好 也有發生5年10年 都沒有在塞的 所以其實 你說這個到底值不值得 我覺得就看你能不能 這個支付這個價錢 因為我們講實在話 自費的東西 其實就是看你覺得 你有沒有那個能力 那如果你有那個能力 我會覺得 當然好一點的食材質 對你將來的育後 會好一點 這是必然的 我覺得這個有點點 類似像 像現在的 這所謂的 腹腔鏡手術 還有開腹手術 跟達文西手術 三個手術有所不同的部分 是在於傷口的大小 以及恢復的速度 那你說如果今天我們家 就都已經是中低收入戶了 我怎麼可能還要再去 花幾十萬去開所謂達文西手術 我可能會覺得說 先救回生命再說吧 我後面傷慢慢癢就好了 這可能就是收入比較沒有 那麼擴挫的民眾 他會考量的跌 但是如果你心有餘力負擔的話 而且比如說 對你而言 時間就是金錢 你有很多的工作 必須要去處理 而且你的工作是 怎麼樣也都沒有辦法 請假太久的 那或許你有能力的話 就會選擇高端一點 比較昂貴一點的 達文西手術 那其實講到了心臟支架 也是一樣的 這個機率的差別 還是要關係到民眾的 經濟能力的負擔的部分 外來有可能健保局 會全面的起腹涂藥之價嗎 我覺得 有這樣的趨勢嗎 應該不太大 應該不太大 因為其實健保 他還是會給一個基本的這種 我們健保其實 他給付的是一種基本的條件 像我們剛講 其實健保支架 他並沒有到很差 你說一年5到10% 就是總的來講 5到10%的狹窄率 你反過來說 其實是9成到9成5的人 不會再發生問題 所以其實並沒有那麼差 所以他 我覺得以他現在的財政考量 他應該不會支付到更高價位 因為他覺得一般之下其實就已經有一定的程度的優異了嘛 所以就有點點像是那個白內臟手術有沒有 他也是幾副基本的人工水晶體的直環 但是你說我今天要多焦點 治療近視 同時還能夠看遠看近的 這個其實就超過健保給付的範圍了啦 沒有這點還是要跟大家來做個清楚一點的說明 對那然後有一點要特別提到就是說 除了絕大部分的情況都是塗藥支架相對來講會比一般支架來的優異 那只有很少數的情況就是說假如這個病人他沒有辦法吃比較長期的這種抗凝血劑 的話就是說他可能譬如說他本身有明顯的在出血或者是有一些出血的問題 他沒辦法吃抗凝血劑吃的比較長久的時間的話 可能就要選擇一般支架 因為一般支架他使用的這個我們講抗血小板或抗凝血劑的時間相對講是比較短的 塗藥支架反而時間要比較長 那這個是有 等一下你是說塗藥支架在裝好了之後 他必須輔助搭配的服用抗凝血劑的時間要比較長 應該說放完 是這個意思 放完支架不管塗藥或非塗藥 放完支架原則上你中期一生就是要至少吃一種抗凝血劑 或抗血小板藥就是中期一生不能停的 那但是你在剛放完的那一段時間可能也有一段時間你要吃兩種 也就是說你放完之後可能一段時間要先吃兩種 啊等到醫生覺得你狀況OK了可以降成一種 但是那一種就是要一直吃 那我們現在討論就是說那在放完之後 要吃兩種的那段時間來講是塗藥支架會長一點 一般認為目前現在的概念是認為塗藥支架放完之後起碼要吃三個月到六個月 雙重的抗血小板藥之後可以三到六個月之後可以降成一種 但是如果你是放一般支架原則上你只要吃滿一個月的雙 雙抗血小板藥物一個月之後呢你就可以馬上降成一種 哦哎我好難想像請問有哪一些的病患 他可能是沒有辦法服用抗磷血劑比較長的一段時間 譬如說像我之前碰到一個案例 那個是幾年前的他就是一個病人他有血管很嚴重的問題 他同時有大腸癌他可能沒有辦法說讓我們等譬如說六個月或多久再去開 因為你那時候再去開到有可能會被轉移或什麼的 所以這個情況下就就會建議他說你先放一般支架 然後我們吃雙重血小板藥吃了一個月之後呢 給他停掉一段時間讓他去開刀 那開完到之後再開始去吃一種的 因為那時候他已經過了一個月了 可以開始繼續吃一種的抗磷血劑 這種情況下就是他可能需要提早做手術 或者是他有一些譬如說有些人胃肠到出血的很嚴重 或他之前腦出血等等 他有一些出血的風險你不敢給他吃太長期的抗 雙重的這種藥物的時候 你可以考慮用一般的支架 你這樣說的話曾經出血性重 曾經 因為我看到線上有120幾個你的粉絲上線了呢 好 請問一下曾經出血中風過的病人 其實在心肌梗塞的機率也不見得低對不對 那曾經有出血性中風的病人 我講的是出血不是堵塞哦 出血性中風的病人 他如果要裝心臟支架的話 會不會就沒有辦法考慮塗藥支架了 我們會看那個出血到底是多久之前啊 但是原則上不管是多久之前只要發生過我們都會特別小心 我們會把他的風險跟病患還有家屬講清楚啦 但是也沒有說完全說就一定不能裝 這個就是回覆到一樣是比例的問題啦 就是他出血是發生過沒有錯問題是 如果說他目前現在是沒有正在出血 我們講沒有正在出血這個現象的話 其實並不是說完全就不能考慮塗藥支架 因為有些人還是希望他能夠放好一點的 對 那只是我們把風險跟他講清楚 那看他的狀況 好 我們在今天節目當中邀請到的是 星光月心臟內科的陳冠仁醫師 跟天空朋友聊聊各種有關於心臟支架的選擇 剛剛陳冠仁醫師呢 以非常快速精準有效率的方法 像講解棒球一樣來幫我們講解了 到底你要選擇的是塗藥支架還是非塗藥支架呢 各有利弊 但是呢選擇權還是在每個病人的身上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雖然在國內有將近六成的患者都選擇了塗藥支架 但是健保所給付的非塗藥支架 還是有其一定的優點跟好處在 這點我還是要強調讓大家來知道 每個人還是要視自己的病況 以及你的經濟能力 來跟醫生好好的做一個討論 當然這其中還包含了你的年齡 你的歲數你的風險再發率 還有包含你的生活型態 如果今天都是已經一個九十歲的奶奶 在家裡面修養身體的話 那或許對她而言其實搞不好 搞不好啦 搞不好非塗藥支架就已經足夠了 那或者是說她有多重疾病的話 那她非得要塗藥支架來幫助她一臂之力也不一定 所以其實最主要還是要跟你的心臟內科醫師 好好的來做一個討論 但是剛剛陳冠任醫師有講到一個重點了 忽略的生活不能再過 就是你不要理了裝了心臟支架之後 就一勞永逸了 沒有喔 我們剛剛有講到呢 心臟支架塗藥的呢 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的再小解率 然後非塗藥支架是百分之十左右 也就是再度發生下載機率還是有 好我們這邊要先稍微的休息一下 等我回來之後我們繼續請教陳冠任醫師 我們在今天節目當中呢 邀請到的是我的好酬友 兼心光醫院心臟內科的陳冠任醫師 好陳冠任醫師很帥喔 大家可以趕快上youtube看他一眼 因為他最近常常上各大電視節目 今天呢我們在節目當中跟陳冠任醫師 就講到了有關於心臟支架了 接下來我幾個有關於心臟支架的快速的迷思 我可以再跟聽眾朋友一塊的來分享一下嗎 好首先呢我們先來聊一下喔 聽說李登輝總統裝了十支 不管他實際上裝的數目是多少 讓我們不禁好奇了 請問一個人身上裝的支架有限嗎 沒有 還是數量不限 其實說實話 撇除掉什麼臨床考量健保給付這些東西的話 單純就說血管可以放幾根支架 這個問題來講 事實上是沒有上限 沒有上限 對 但是當然你放的越多 其實對身體來講 還是會有一些增加一些負擔 多說一點 畢竟 畢竟這個支架 這個東西他本來就是算是一個外來物啦 對他還是某種程度上 我們覺得放的越多 其實 當然對血管是通常是有幫助 可是久了之後還是會 我們剛講會增加一些再狭窄率 對不對 你說一根支架是一到三趴 但是你如果放十根的話 你有十支血管 可能有一到三趴的機會 那你就會 常常會變成說 一下子這支可能在塞 一下子那支在塞 就是他可能會有一些問題產生 所以他放十根支架的風險 假設是塞藥支架好了 他如果裝十根塞藥支架的風險 是百分之三 還是應該是百分之三 乘十 這個是這個數學問題 實說真的 我也沒有辦法 但是我想應該不是直接加起來 但是至少代表說 他可能會大於百分之三的在下載率 因為一支是百分之一到三嘛 那你如果每一支都有一到三趴 加起來可能 我猜可能十趴十五趴這樣吧 對啊 就是變成說你還是有可能 在這幾年內你可能還是需要進來 再處理一下 你可能有些支架又再塞住了 要再做一個心導管的疏 這個疏通手術 好 所以這邊就講到了一件事情了 心臟支架沒有上線 但是裝的越多風險越高 對 可能越高 在下載率可能會增加 好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呢 大家已經看到這個 鏤空形狀的心臟支架呢 它其實就是像這個螺旋狀的 一個情形 然後中間是鏤空的嘛 對 它是鏤空螺旋花紋的這種形狀 想請教一下 當它真的發生再狹窄率的時候 能怎麼辦 把它抽出來嗎 還是把它再疏通 呃原則上不可能抽出來 因為它那個時候已經跟血管融為一體了 嗯 因為今年累月那個血管的表皮已經把它包覆住了 你說把它抽出來其實會傷到整個血管 是很危險 所以它可能就會跟旁邊這支阻塞物是融為一體的 對不對 對黏在一起了 嗯 所以那個時候如果說像我們剛剛講 它如果東西再長到支架裡面又產生阻塞的話 嗯 我們會再把氣球 再把一個單純的氣球放進去 像 像最早一樣把它撐開 把那些長在裡面的東西撐到血管的外面 再把舊的撐開 對對對 嗯 再把那些髒的東西把它撐到血管外面 嗯 那個那個不是支架外面 嗯 就是說你你已經放了支架 那東西是不是長到支架的裡面 對 那我再把氣球伸到裡面去把它撐開 把它往外壓 嗯 這個就是就是我們目前可以用的方法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 嗯 如果你放的是 一開始你放的是非塗藥支架 就是一般支架沒有藥物的 嗯 但是很快又再塞的話 健保是可以給付你喔 就是用一種叫做塗藥氣球 就是在氣球 單純的氣球表面上塗一層那種 像像那種我們講的化療藥 就是原本塗在支架裡面那個藥物 氣球下去之後呢 把那個氣球撐開 它同時會把 呃裡面的斑塊往外撐 同時會把氣球上面的藥物貼在 貼在整個斑塊的表面這一圈 嗯 所以就有點像是 類似塗藥支架的概念 嗯 就是等於是原本的鐵架子 現在我們在裡面又多多塗了 塗成了一層藥物 所以有點類似像 汽車一樣是可再修復的對不對 這一個塗藥支架 對 所以不用直接說 如果一發生撒載就再放棄 你可以進去把它撐開 或者是進去用塗藥的方式 再把它緊緊的壓在血管壁上面 對對對 嗯 就是總而言之 不會再把這個支架拿出來 它就已經變成你身體的一部分 它也拿不出來 對對對 沒有錯 哦好 那所以問題來了 請問一根血管支架平均 可以支撐的年 呃 這個年份大概是多少 其實這個就也沒有年份 因為我們其實講的都是再修載率 對 所以再修載率我們剛講的1%到3% 所以你說年份就沒有特別的年份 如果它一直都不會再修載 它就是一直留在那邊 嗯 這個就有點像 因為它變成你身體的一部分 就像你說心臟可以用多久 有些人用30年60年 有些人活100年 支架也是一樣 它只要放著不會再塞 它就是一直用在那邊 嗯 對啊 所以它其實沒有所謂的年限這種東西 你只要好好保存 就可以一直用下去 好 另外一個問題要來請教一下 陳冠仁醫師的 請問裝設心臟血管支架有風險嗎 剛剛你有說到吃從手腕上面的 對 的血管伸入進去而已 是不是 對 一般來講大部分都是兩個地方 一個是從手腕這邊 手腕這個叫做那個 呃 radio 就是饒動脈 嗯 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從 屬西部這邊 有一個叫骨動脈 嗯 大概這兩個地方是最常用啦 那至於 呃 什麼情況會用腳 什麼時候會用手 那其實醫生判斷 嗯 簡單來講大部分 一般的情況都是從手 嗯 那如果是比較緊急的 比較危急 比較危險 生命交官的 或者是有些洗腎患者 等等 血管比較 複雜的 等等 就會從腳 嗯 那腳是比較方便 因為腳的血管比較大 很容易找到 然後做的呃 這個流暢度比較順 順利 但相對來講 他之後的止血什麼 比較麻煩 嗯 那從手的話呢 他可能這個 有些人會碰到一些血管 痙攣啊等等 小小問題 嗯 但相對來講他很很方便 嗯 做完之後呃 休息隔天就可以回家 所以所以各有他的好壞 嗯 那大部分來講 如果沒有什麼太大的 那種呃 呃 這個緊急的考量 我們都從手啦 嗯 而且修復天數 剛剛你說今天做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幾乎都是這樣 所以他是一個風險相對小很多的侵入型的手術 可以這麼說嗎 對 他他其實風險不高 但是我們還是會跟患者講 他雖然風險不高 可是還是有可能會碰到一些很極端的狀況 嗯 就是說我們目前來講 新導管手術的風險大概不到1%啦 嗯 我們都講大概這個99.5%是安全的 但是那0.5%發生事情的裡面 就有一些很嚴重的事情 嗯 譬如說我們有有碰過做導管做到一半需要急救插管 原本人醒的做做到後來需要急救插管 甚至在在在這個導管室裡面就開始押凶奠擊的 嗯 是有碰過 因為其實畢竟他還是在心臟裡面做事情 嗯 所以你只要稍微有一個不注意不小心 還是隨時有可能引發一些心臟的一些急症 嗯 所以我們只能說 呃大絕大部分都是安全順利 但是我們不敢保證百分之百 因為做任何事都有它的風險 更何況是心臟的手術 我剛剛沒有聽錯吧 你剛剛說人是清醒的 所以做心臟支架手術的時候 不需要全麻是半麻而已是不是 對 也不是半麻是根本就是局部麻醉 局部麻醉 我們就只有這邊打麻醉藥 所以人是清醒的 人都是清楚的 清楚的 對 人是清醒的這件事對心臟科醫師的意義而言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要看你的反應 嗯 就是說如果我們做到一半譬如說 呃 因為病患的意識反應對我們來講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說我們做到一半發現你意識開始不對勁 那可能就代表說 呃是不是哪裡出了什麼問題 嗯 是不是血管哪裡塞住啦或者是怎麼樣 嗯 所以所以呃 這個我們還是希望 我們都會希望患者不要處在一個被鎮定的情況 嗯 因為如果你鎮定的情況下 你是不是自己意識喪失 還是說被我們麻倒了 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差別 啊 像我們舉例有時候 病人清清楚的 但是我們發現他做到一半他突然反應很慢了 他突然問他的話他都不太打 意識不太清楚 我們就會懷疑說是不是哪裡血管又又在腎血 或者是說哪裡又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就很仔細去找他的原因在哪裡 所以他的意識的改變 對我們做的中間有沒有一些突發事件的偵測很重要 欸所以很酷欸 心臟科醫師在做心導管手術的時候 是會邊做邊跟病患聊天的是不是 欸 是有互動的 不一定是真的聊天啊 不是真的聊天啊 對不一定是有互動的對不對 對對對就是他是心形的 那如果我們有一些事情要跟他講 譬如說我們會問他說 欸現在有沒有覺得悶悶的啊 會不會覺得痛痛的啊 會跟他講一下 對對對 然後藉由那個反應來判斷 變換的意識是否依舊是 清楚會有沒有可能有其他的風險 對對 好酷啊 太酷了 那你一心多用欸 也沒有啊 其實那個主要還是 focus在血管的處理啦 就是當你覺得 欸怎麼這個人 因為其實我們會有點感覺 就是覺得他怎麼不太對勁的時候 就會叫他一下 對 看他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啊平常如果說沒有什麼特別事 大概也不一定會邊做邊聊天 沒有 這樣也有點怪 對啊 所以呢 我們在講到有關於心導管手術 也其實裝設這個心臟支架的時候呢 其實聽眾朋友大約都可以放心 我們可以說心臟支架手術 在台灣已經是相當的成熟 而且使用的人非常的多了嗎 對其實真的要講 搞不好台灣可能是 全世界心導管手術最最密集 而且是可能這個技術 也是前幾高的地方 對因為其實齁 是因為我們的醫術特別好 還是民眾覺得心導管手術 心臟支架對他們的幫助特別 大 當然第一個還是我覺得還是台灣的醫療 的確是世界前幾名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 大家應該說這個醫院的話 也對這個心導管這件事情 這個心臟科技跟醫院 對這個心導管技術的 的這個重視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幾乎大小醫院 現在不單單是那種醫學中心 或者區醫院 甚至一些地區比較小型的醫院 其實都有心導管市 所以其實你到各個鄉鎮 甚至比較偏向地方 可能都可以找到有心導管市的地方 不一定一定非得要到台大 新光國泰這些大醫院 對很多小醫院都有 真的需要緊急的話 那究竟趕快先做比較重要 對因為其實 這個講到國外的 國外其實像美國 你看他醫療很進步 可是其實美國是非常多地方 沒有心導管市的 所以其實在這個 其實在我們 我們講美國跟歐洲或台灣 其實我們都有一個所謂的 心肌梗塞的指引 就是碰到之後要怎麼處理 其實不是碰到之後 立刻做心導管 就是說你如果碰到之後 你可以在譬如說幾小時之內 兩小時之內趕到有心導管的醫院 你就可以去做 但是如果你趕不到的話 你就要打所謂的血栓溶解劑 先打先救命 那這種情形其實在美國 或是歐洲一些大國家 是蠻常見的 因為他們心導管的醫院 沒有那麼多 而且他們的地比較大 所以美國很多地方其實是打藥 然後可能要轉到 比如說州立的 或者是比較正中心地區 才有受心導管的地方 才能處理 但在台灣因為地很小 而且幾乎到處都有 做心導管的醫院 所以幾乎這種打藥的方式 幾乎就比較少 事實上打藥方式 效果也沒有心導管那麼好 它只是一個折衷的方法 在你找不到 可以通血管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照這麼做 所以從這點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台灣的 這個緊急救護網 也非常的密集 你可以很快的找到 通你血管的地方 不需要說打了藥 還要等個譬如說幾個小時 才幫你轉到一個大醫院 其實幾乎很少會 很少有地方 需要超過一個小時 才能找到做心導管的醫院 即便是在台東 幾乎都有辦法 所以這是我們台灣心導管界 是一個蠻 蠻目前來講的 值得驕傲的一件事情 而且醫生們的經驗 也都很豐富 沒有錯沒有錯 也都很能夠了解 跟您溝通說 是否要裝心臟支架 以及要選擇塗藥 或者是非塗藥的 對 這樣WHL為什麼還不讓我們加入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金金剛的廣告 邀請到的是心光醫院心臟內科的 陳冠任醫師 來跟聽眾朋友 聊聊的是有關於 各式各樣的心臟支架方面的問題 最後一點時間 來接聽一下聽眾朋友的問題 首先有聽眾說 這個應該不是心臟支架 這是肺動脈高壓 有藥物可以治療嗎 有肺動脈高壓其實是有藥物的 那當然第一個要先確定 它是不是原發性的 因為原發性的話 就代表說它是天生肺動脈就高壓 不是因為其他原因 因為大部分的肺動脈都有一些其他原因 譬如說心臟退化 譬如說什麼肺酸塞等等 有些其他原因導致肺高壓 但是如果說你查起來都沒有 就是單純先天性的肺高壓的話 這種話可以專案申請 有一些昂貴的藥材可以幫你補助 那可以延緩肺高壓退化的速度 所以這個是有的 這個也是要找心臟科醫師 去幫你做一大堆的檢查 然後去幫你申請藥物 OK 好了解 這是回答你的問題 錢小姐你好 錢小姐 嗨 請說 我爸爸心臟絆膜自患 自患那個絆膜 那患了以後 就常常量血壓 然後量心率 心率不整 然後要量心臟脈搏量不到 這是怎麼一回事 那要怎麼改善 請教一下醫師 好 謝謝你 這個跟患伴膜 可能不一定有直接的關係 就是說他的心率不整的話 當然要先看他是哪一種心率不整 他如果說忽快忽慢的話 一些老人家 要擔心他會不會是有心防戰動 如果有心防戰動這個問題的話 可能就要用一些藥物 甚至抗凝血劑 去預防他的未來的風險 因為心防戰動可能會造成 中風機會上升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回去看心臟科醫師 然後確認你的心率不整是哪一種 才能對症下藥 然後才能減少他的一些風險 OK好 歡迎聽用朋友可以持續扣印進來 8369-3398 曾太太你好 曾太太 你好 我請問一下 裝那個支架會不會排斥 排斥啊 因為我是那個脊椎 開刀 裝那個支架 我就排斥就不行 又拆釘子 所以我就不說問一問看 我現在我只是看你寫劑 所以我就怕心肌梗瘩 我問問看 這會不會有排斥 好 謝謝你 原則上支架的排斥說 應該說機率非常低啦 但是我曾經的確是有一些個案報告 是有些人的確放了支架有明顯的排斥反應 至少我知道的就一兩例 但是比例真的非常低 你看這麼幾百幾千例 可能就那一兩個 所以不敢跟你說一定沒有 但是原則上機率很低 那如果真的 但是你說為了那個很低很低的機率 你就不放支架好像也有一點本末導致 我是覺得還是可以去處理 因為你不見得會那麼 剛好碰到那個低的機會 但是如果說真的有不適應 就趕快回來再找醫師做 進一步的處理 那如果真的碰到 那只能說是 就是 剛好是先天的體質 這個就沒有辦法 原則上機率相當相當低啦 OK 趁這個空檔趕快請陳觀仁醫師 來告訴我們金眾朋友 裝完心臟支架之後 趕快告訴你幾個重要的問題 第一能夠運動嗎 第二可以正常的性生活嗎 第三可以繼續去上班嗎 還有可以喝酒抽菸 這些還能夠繼續嗎 第一個運動 原則上短期內不能做太劇烈運動 你剛放完了大概兩 兩個禮拜到一個月 我們還是盡量建議做一些 一般性的活動 那之後他可以慢慢增強他的強度 到你原本的狀況 就是說你原本的狀況到什麼程度 之後大概都可以到那個程度 所以還是可以造成跑步 對 如果你本來就有跑步習慣的話 對 那當然不能過分期待 有些人說他原本就沒在跑 放完之後他也是不能跑 那當然就是你原本的狀況 不可能說你原本慢慢走的狀況之下 開始會跑步 那也不太合理 所以你可以回到你原本的狀況 這是沒問題的 需要一點時間 上班也OK 那性生活這個原則上也是一樣 兩個禮拜到一個月內 慢慢讓他就是 慢慢進展到比較劇烈的活動 所以性生活我們一般來講 也是一段時間之後再開始 就是跟運動一樣的也是 對 就是他等同是比較耗費的 體力的運動一樣 就是比較後面再開始 那至於最後講到一些習慣 當然就是要戒 就是煙酒 抽煙喝酒 對煙酒這個都要戒 然後三高好好控制好 才不會說像我們剛一開始講 可能又再發又要再阻塞 你又要來醫院再做一次通血管的事情這樣 醫生剛剛有講到呢 做過心臟支架的人 一輩子都要吃抗磷血劑 對 這個藥吃一輩子會有什麼樣的副作用嗎 有些 一般來講 目前最常用的這種 一輩子的藥就是搏肌 或者我們講阿斯匹林 那這個藥他其實最常肩膚作用就是吃了有限 會有一點胃酸 胃遮遮遮 所以大部分醫生會配一個胃藥 那比較嚴重一點會導致到胃出血 會有大便黑黑或等等 那這種情況下 如果真的嚴重到出血的情況 通常醫生會讓你停一段時間再觀察 或者換一個比較輕的藥 所以大部分都還是胃啊 或者出血這方面的問題比較多 對 好 所以呢 還是要請大家呢 這個按時的服用藥物 因為裝了一隻心臟支架 其實你身體所承受的風險 以及你所付出的金錢都不在少數 但最重要的是 還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個健康 非常好 以及很棒的一顆心臟 可以讓你繼續維持一個生活的節奏 而且現在裝心臟支架 年紀有越來越輕的去向了嗎 對 現在其實我們有碰過 最年輕有碰過二十幾歲就放支架的 對對對 現在就是我們講 我覺得這還是跟現在飲食有關 然後飲食大家變得比較 三高沒有控制 對 然後可能又有一些年輕人有抽菸的習慣 所以其實我們血管阻塞 或心肌梗塞的年齡層一直在往下降 嗯 這個也是要跟大家提醒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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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